常委执行长苏之锋来到台湾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神秘 而目前找到的消息就是在18号他对员工发表了内部演说 当时有数百名的员工从办公室赶往了另一栋大楼 而现场的状况如何 如今演讲的画面也在网路上正式曝光 虽然有员工表示公司有下风口令 但还是有照片流出 可以看到苏之锋穿着西装外套 配上深色上衣 长裤 展现干练姿态 带来演说 底下的听众纷纷高举手机抢拍 仔细对比场地就在南港的邀约会馆 现场可能有数百人参与 网友也纷纷流言直呼 真的是展览女神AMD发光了 而苏之锋隔天也在推特发文 表示在台湾和AMD团队会面 真是美好的一天 活力满满 非常令人兴奋 拥有许多乐趣 照片中和员工合照的他露出大大的笑容 甚至还抱着放大版的乖乖 上面还有Q版的苏之锋 十足接地气 现在也传出超位执行长苏之锋 即将在19号下午来到文华东方 参加AMD的创新峰会 也会和台积电和电子五哥来做会面 另外也一次邀请了部分财经媒体 但是对于其他细节内容 是通通帮命到家 行程满岛的苏之锋 传出会到南科拜会台积电 19号下午参加AMD创新峰会 接着将会见电子五哥 共进晚餐 20号参加阳明交大名誉博士学位典礼后 就将离开台湾 相较于早一步访台的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大方露面掀起全民追星 苏之锋逆想操作 业界人士也分析 超位目标是能做出 可以超越竞争对手的产品 加上苏之锋个性本来就低调 才会因此走神秘路线 TVBS新闻 陈如环 刘一轩 台北聪明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